大魔镜甄选会满坑满谷人海塞爆现场 就像一阵魔界的新旋风横扫拳台 综艺大哥大首次将大魔镜搬出摄影棚 看看甄选会现场超过一百位的参赛选手 各个怀抱梦想迎接挑战 让我们更加相信大魔镜的魅力无缘佛界 它是希望的跨越更是梦想的前进 魔术带给我们的更是一连串的惊喜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咱们第三届大魔镜参赛选手们的实力 欢迎收看大魔镜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评审还有我们参赛者 以及趴在各个不同楼层栏杆外面的观众 大家好 第一位将为我们上来表演的是华岗异校一年级的学生 那是陈伯凯同学 欢迎他上台表演 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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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这位八号陈伯凯熟练的表演扑克牌魔术 据说她的年纪才16岁 您相信吗 稳稳的台风能否让她顺利晋级呢 请不吝点赛者 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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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me Double me Double me 好好看喔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感 好不好看 你常常看我們大摩季嗎 有嗎 有 每集都看 所以我看他的表演的時候 我才知道江湖之中是 臥虎藏龍啊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逼著 我們不得不就是擴大舉辦 征選會 好 至於他的表演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來聽評審 來為我們來講評 首先請劉謙老師來為我們來講評 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征選會 第一位水準就這麼高 這種程度呢 其實已經有職業的水準 已經有專業的水準 沒有 五位評審 圈圈超過XX呢 這位同學就可以進入我們第三屆的 這個大魔鏡比賽 老師請舉牌 全部是千千了 非常恭喜國牌 順利過關 謝謝 接下來參加征選賽的是 陳俊玲同學 他是一位投資理財買賣的基金個體戶 也是各個中的專家 我們才知道魔術是五遠佛界 他不只是存在學校裡面 他這次特別從加拿大 趕回來參加我們的征選 我們歡迎陳俊玲先生的表演 45號 陳俊玲是遠從加拿大回來參賽的選手 他說即使在加拿大 他也是大魔鏡忠實的觀眾 這麼有誠意的一位參賽者 是否能夠感動評審順利晉級呢 陳俊玲同學呢 他是不是可以過關 請評審舉牌 謝謝 謝謝指教 沒想到 不會加油的 全部都打差 好了 非常謝謝 您這個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好不好 謝謝陳俊玲 玩起球來 來微柔細膩的蔡之棟 其實是一位醫生呢 表演起來沒有太多表情的他 不知平常在問診的時候 是不是也這麼的嚴肅 這位玄弧技師的冷面醫生 表演是否能夠讓評審認同順利晉級呢 好 蔡之棟的表演啊 這個流程非常的有創意 這是你的想法嗎 後來有一些自己的改編 我覺得這位蔡先生 練舞表情 自體動作又沒有 好像在家裡自己練習這樣子 Eric老師似乎不是很滿意 蔡之棟的命運究竟是 好 請評審舉牌 插圈 恭喜 過關 下一位參加比賽的是 北京中央戲劇學院 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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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出神入化的魔術 加上他奇特的身體擺動 呃 憑什麼會怎麼說呢 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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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些魔術底子在 然後都很厲害 那我自己呢 本身就是我學的第一個魔術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麼簡單 然後各位評審又那麼厲害 我就覺得說 我要出奇致勝 這樣子 出奇致勝 那到底勝了沒有呢 請舉牌 哎呀 圈圈圈扎圈 謝謝 沒想到瑞涵 你順利過關 謝謝 這是 我是也想不到 這是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問一下 那 艾瑞克老師 您為什麼會給他過關 光是看他的樣子 那麼美麗 他的身杖 哇 牌都那麼 不是太撩人 可是我 魔術已經不是重點了這樣子 有道理喔 對啊 本來就這樣啊 這個跟品源做到這裡就有關係 你 你覺得他的颱風是OK的 其實他的颱風不錯 然後 笑容可舉啊 對 笑容很燦爛 很吸引觀眾 而且他的這個 肢體擺動 蠻好的 哇 沒想到四票 比一票 壓倒性的 讓劉謙老師 突然覺得納悶 劉謙老師 難道他完全不能塑造嗎 我覺得他們幾位 在美色的面前 已經失去了專業了 我們是專業的評審 我們要看當然是魔術 沒有 劉謙老師 那我下次穿比基尼來 可以嗎 哎呦 打仙啊 這個 這個 下次看到 以我看呢 今天值表演的分數 跟造型分數其實還滿高 但如果是以創意 魔術手法程序安排排 那其實就還低一點 所以其實對我 我以我的官來講其實是不過關的 謝謝老師 但是其他四位評審 給了你這個機會了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棚內建 那時候不能就是只有這樣 三條繩子就過關了 好不好 加油啊 我會繼續向魔術之路邁進 好 謝謝我們這位 張睿涵同學 謝謝 接下來 參加我們徵選賽的這位是 海洋大學輪跡工程系的同學 周薇誠先生的表演 歡迎他 哎呦 光看這顆頭 就讓人笑聲不斷的周薇誠 全身都充滿了喜感 這位龐克胖胖男的魔術 能不能過關晉級呢 請評審舉牌 哎呀 全叉叉叉叉叉 哎呀 掌聲還是給他安慰鼓勵一下 頂著一頭米粉的49號城鎮會 讓人很難將視線移開 來頭頗小的她 是否讓您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眼熟呢 好 好 非常謝謝這位同學 陳振輝 他這個髮型真的很棒 我剛剛以為是Kenny G在學 有 他的型的感覺 平原給我們講評 我覺得他很有型 他的型不錯 是 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 以他這樣的身高呢 我覺得他爸爸給他吃太少了 哎呀 太瘦了 對 對 所以說你看 你看我們陳廣生老師 他雖然高 對 但是他很豐滿 對 對不對 那你像你 雖然高 但是太瘦 這就是你父親對你 沒有注意到武裕 各方面的這個 並進的這個 對啊 他的爸爸 陳廣生 他的爸爸 你也姓陳哦 對啊 不會是陳廣生是你爸爸吧 沒錯 原來是陳廣生的公子 你知道嗎 哇 那但大家還是要很客觀 對 也不能因為他是 Erik老師的兒子 對不對 請陳廣生老師 給你自己的兒子 講評一下 這樣害我 應該請前輩啊 他的前輩劉謙來講 對 有道理 希望劉謙老師 狠狠地幫我們教育 我講的話 不會很公正 變成不正客觀 對 劉謙老師幫忙講一下 我剛剛就一直在想 你留這種 你老爸怎麼被他打死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可以容忍這種頭 留在你兒子的頭上 留這麼久 在舞台上表演 眼神的互動是很重要的 這頭髮已經擋掉他的眼神了 看他的眼鏡 擋掉了嘛 除非他眼睛很大 很不巧不是很大 那就糟糕 所以我來看 根本看不到他的眼神 所以他面向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在看哪裡 眼睛閉起來 跟張開完全沒有差別 對 所以我覺得一個就是 眼睛跟髮型 這個地方要好好 稍微糾正一下 除非沒有想要在台上表演 不然喔 這個拜託這個 稍微糾正一下 再來呢 今天拿個這個東西 就出來混 混啊 不好意思 問一下你老師是誰 陳寶生 陳寶生啊 知道他家裡道具很多 不應該只有這樣子而已 即便是陳寶生老師的公子 在大公無私的評選條件之下 還是難逃被淘汰的秘密 在這一次的評選會中 我們感受到參賽選手們的熱情 與他們對魔術的熱愛 在108位選手中 近期的選手們 將見到綜藝大哥大的錄影現場 進行下一輪的淘汰賽 誰會是第三屆大魔鏡的明日之星 請大家拭目以待